那我們常說骨粽要運動 吃八分去散步 這樣有夠嗎 其實這是不夠的 走路是沒有有效的 預防骨質疏鬆 你必須要做兩樣運動 第一個的話就是 衝擊式的運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 精力訓練 複重訓練其實是 對骨質疏鬆最有幫助 衝擊式的運動 譬如說跳繩 就站不穩了 又要跳繩 越是不跳的話 你越站不穩 我就會建議長輩拍殼跳 或是拿跳繩跳 這兩個都是 對骨質疏鬆非常有幫助的 歡迎來到如果雲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事問凱雲就知道 凱雲常提醒大家 高年級生要注意自己的骨質密度 可是這個麻煩就來了 因為其實 骨鬆就是像無聲的殺手一樣 它慢慢慢慢的來影響你 可是我們不知道 很多人第一次發現的時候 可能是 他唱 打個問題 居然骨折了 或者跌倒的時候骨折 他才發現原來自己有骨鬆的問題 但其實女生大約50歲以上 三個人當中就一個人有骨鬆 沒錯 男生比較晚 但是一樣很麻煩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陳醫師 陳醫師你也遇過很多骨鬆的患者 剛提到說 他前一生就骨折 你有遇過 有的 其實我臨床上有一個案例 大概是一個80歲的阿嬤 他那時候告訴我 他一個哈球 還有用力的打一個噴嚏 他那個時候就覺得 劇烈的腰痛 然後痛到肚子來 然後那個時候一直以為是胃痛 結果來臨床來看 我覺得不太對 就把他照給了死光 才發現他的胸椎的第12節 有壓迫性的骨折 然後去檢測才知道是 嚴重的骨質疏鬆 所以很多人根本都不知道 發現問題才知道 跌倒很容易這裡折到 或者有的時候是髖關節骨折 我們台灣居然是整個亞洲第一名 髖關節骨折的 好可怕 那既然他無聲無息 我們難道沒有辦法有些蛛絲馬跡 先抓到他嗎 有 其實臨床上是可以的 很多在門診的病人 通常都會問我說 他腰痠背痛是不是骨質疏鬆 沒錯 可是我要給大家一個正確的觀念 骨質疏鬆通常不會腰痠背痛 那這個的東西都是大家一個的誤解 所以我們才會說 骨質疏鬆是一個隱形的殺手 那我們臨床上要怎樣去觀測他 是不是你是 怎麼逮到他咧 對 骨質疏鬆的高危險群 其實主要有三個 第一個的話你發現是說 你的身高會比以前 至少矮了三公分 人家說老豆牛啦 對吧 那這個為什麼就是骨質疏鬆 你可能有骨質的壓迫 所以你的脊椎骨 因為脊椎骨是最耗發骨質疏鬆 所以很容易壓迫 所以你就變矮 就一節一節一節 都矮一點矮一點 我們也變比較小了 所以不見得會駝背 對 美中 會先進矮三公分 還有聽說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看臉也知道 你是命相師喔 沒有 其實這是一個 以前的一個椰乳大學的研究 他發現是說 其實我們的表情的紋路 尤其是眉毛中間的皺眉紋 對 這些的紋路 因為我們臉部的皮膚的膠原蛋白 跟我們的骨質的膠原蛋白 第一型是一樣的 當它有一些的骨質的缺乏的時候 這些膠原蛋白也會合成變少 同時也會反映在臉上 但是東方人是一個比較特別的 因為我們比較不太愛曬太陽 那所以有時候 我們可能皺紋也沒有那麼多 可是西方有一個比較研究的 比較特別的 他們皺紋越多的 反而是骨質密度比較高的 因為他們發現皺紋越多 常常去外面運動 他是因為去曬太陽產生的皺紋 對 但是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反而你臉上如果出現很多皺紋 不要想說只是 剛剛比較老 然後要變美麗 你要想說你裡頭的骨質是不是出問題 可是我們東方人有一個 最特別我觀察的症狀 就是第一個沒有皺紋 皮膚特別瘦的女性 這個是高 好發骨質疏鬆的高危險 因為第一個 跟外國的研究其實是有點不太一樣 我們用我們的民族性 好 所以看臉 然後呢 再來剛剛說老豆牛之外 第三個咧 第三個的話就是說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身體去貼牆 如果說我們的後腦勺無法離牆 至少有三公分 就是表示說 你有一些骨質疏鬆 因為你骨質疏鬆的話 你的頸椎還有你的身體 會有一些 你根本都沒有辦法 對 你的脊椎變很硬 所以你沒有辦法貼平在後面的牆壁上 就是後腦勺如果沒有辦法靠到牆壁 至少三公分距離 離牆如果超過三公分的話 就代表可能有骨質疏鬆的問題 所以 現在趕快檢查一下 不管你是高年級生 或者是任何族群都可以看看 你到底有沒有 後腦勺沒有辦法靠到牆壁的問題 就是最簡單檢測的 好 那我們常說骨質疏鬆要運動 沒錯 很多人吃肉飯去散步 這樣有夠嗎 其實這是不夠的 因為這是在門診中 很多病人都會問我 醫生啊 我每一天都有運動 我每一天都是 日走一萬步 那我這樣骨質是不是很好 其實很多人我去幫他檢測之後 其實都是骨質疏鬆 應該是說 走路是 沒有有效的預防骨質疏鬆 你必須要做兩樣運動 所以要做對運動 這兩樣運動是 第一個的話就是 衝擊式的運動 第二個的話就是 肌力訓練 這個是比較對骨質疏鬆有用的 但是要有一個負重的訓練 才能刺激你的骨質去增生 負重訓練 還有這個衝擊式的運動才有用 所以你今天要教我們囉 大家把家裡頭的水瓶拿出來吧 這個算輕的了對不對 對 沒錯 這才600cc而已 所以初學者可以先用這個 接下來大家越來越厲害 越拿越大瓶 對 沒錯 好 那問題是拿來 不是要叫大家馬上喝水吧 到底要先做什麼勒 我們現在的話第一個的 教大家的就是 負重訓練 因為負重訓練其實是 對骨質疏鬆最有幫助 第一個動作我要教大家就是 深蹲 可是深蹲 其實大家都很熟悉的 我們就利用比較熟悉的動作 我們再增加兩個的保特瓶 增加我們脊椎跟我們下肢的主力 負重 這樣才能有效刺激的骨質的增加 我們的保特瓶 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就是把它 拿到我們的旁邊 與肩同款 那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就是 你的核心要收緊 對 第一個的話就是 肚子要夾緊 肚脊往內收 屁股要夾緊 保持你肚子的張力 好 那我們這時候做的動作的話就是 往後往下做 那我們做的程度的話 大概我們的屁股的高度 大概在膝蓋的上面3公分左右 然後這樣維持大概1到2秒之後 再起來 慢慢的對不對 慢慢的起來 那這個時候我們的手有保持的 這個你的保特瓶有負重 你的上肢骨跟下肢骨跟脊椎 也都有刺激 那這個動作我們就重複20次到30次 算是一組 然後一天至早要做3組 才可以有效的刺激我們的骨質的增生 一天要做到3組就對了 好 所以大家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過去沒有拿保特瓶 但是你現在就可以拿著保特瓶 又更增加這樣子的負重訓練 那接下來還有什麼 也可以運用我們手上的保特瓶 大家不管在看電視或幹什麼的時候 也可以同時做 對 其實骨質疏鬆除了我們腰椎骨頭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就是 髖關節的骨質 那髖關節的訓練要怎麼樣 我們教大家一個就是用 弓箭蹲 所以這個動作特別對於我們 髖關節附近的肌肉有幫助 喔好 還有可以刺激你的髖關節骨質的增生 那第一個的話我們手也是拿著保特瓶 那我們怎麼叫弓箭蹲呢 其實顧名思義就是 往腳往前跨一大步 對 那這時候你要保 對 那你也是要保持你核心的收緊 就是肚子要縮 屁股要夾 那我們也是一樣的重心就是 往下往下蹲 然後這個時候你的屁股也是在膝蓋 往上大概2到3公分的程度 你撐2到3秒 再慢慢的起來 那這個的動作可以做20次 右腳左腳分別做20次 你可以做20次 然後完了再換另外一隻腳做 對 重複的也是一樣 一組的話是20到30下 然後做三組 好 那很多人家裡頭有彈力繩 彈力繩其實我們在家裡的話 其實是很多居家的長輩都會有 對 不管是我這種一個圈的 或你那個看起來可以跳繩 對 我會舉例有兩種 一種的話是用繩子的話 你可以綁起來 那像這個一個圈的 就可以不用綁起來 是這樣 對 那如果你是沒有辦法綁起來的話 你可以腳用踩著 那一個圈的話也是腳踩在上面 踩在上面 然後我們手就這樣抓著彈力繩 好像剛剛拿著寶特皮一樣 手要這樣子抓是不是 對 對 這樣馬上抓起來 好 我們剛剛已經教大家就是深蹲 我們就利用彈力繩 在做往下往後做的這個深蹲 當你起來的時候 你就會感覺強烈的負重 對 那這個就是 有欸 我覺得手啊 沒錯 比剛剛拿寶特皮 更吃力 對 要出力喔 那這個也可以訓練 我們的上肢跟下肢 跟核心的協調能力 所以對於高年級生啊 一些長輩 是非常好的幫助的運動 好 那這個都是在這個 我們剛剛講說負重運動訓練方面嘛 對不對 就是有點像激勵的感覺 然後讓我們的骨質密度 可以越來越好 那你剛剛說 衝擊式的運動 這個衝擊式的運動 是像什麼樣子的運動啊 其實衝擊式的運動 就是比如說跳繩 這些就是衝擊式的運動 就站不穩了 又要跳繩 這個不太一樣 因為你越是不跳的話 你越站不穩 對 所以最安全的 我就會建議長輩 比如說有一個動作 是開合跳 或是拿跳繩跳 這兩個都是衝擊式運動 都是對骨質的真身 非常有幫助的 教我們一下開合跳 如果對於高年級生來講 怎麼跳會比較安全 開合跳第一個的原則 我們在跳的時候 我們要保持膝蓋的微彎 然後我們跳的話 也是大概要跳20次到30次 才算是一個組合 好 那我就先示範一下囉 好 那我們同時開合跳的話 我們手也要往上 要到交叉 好 腳張開的時候 手也要交叉 對 那手我們要舉高 對 然後保持膝蓋的稍微微彎 對 然後又有點彈性 所以同時的話 你的肌力跟衝擊式運動 才會有幫助 好 這叫衝擊運動 沒錯 好 但如果說不太能跳的人 可以藉著什麼樣的方式 舒緩一點 但也可以訓練到呢 第一個的話就是快走 我們不能用散步 對 快走的話 怎麼叫做定義快走 就是你要走得有點喘 你腳有點痠 那你一定要把你的腳抬起來走 了解 所以快走是可以的 但是記得要到有點喘 這才叫快走 可是要走多久啊 其實我會建議 以運動的原則 幾乎都是要運動到25分鐘 以上 第一個有心肺刺激的效果 第二個你才會有效刺激 你的肌肉跟骨質 所以快走到有點喘 而且喘的過程 微喘的過程要25分鐘 對大家骨質才有幫助囉 好 好 那營養的部分呢 我們常常說要有補充鈣質啦 還要曬太陽是維生素D 為什麼這兩種一定要加在一起啊 鈣跟維生素D3都是可以從食物補充的 可是唯一特別的就是維生素D3 必須要從我們的紫外界 就是我們必須要曬太陽 從皮膚來喔 對 它必須要從皮膚來 可是我要叮嚀大家 不可以塗防曬再去曬太陽 那就沒有用了 對 因為你塗了防曬 其實根本就是白曬了 你就阻絕掉你的D3的合成 你臉可以塗防曬 可是你的四肢可以先不要合 你四肢要露出來 你可能穿短褲或是長袖 那你只要每一天 至少可能一兩點的時候 去曬個15分鐘到20分鐘 其實就有維生素D3形成的效果了 了解 連突防曬四肢露出來 讓它曬一下 對 沒錯 OK 這是天天要做嗎 這個的話我會建議說 一個禮拜至少要做三次 其實呢 希望自己的骨子可以健壯 老的時候才包括 你可以走得遠 走得久等等喔 就要從你平常的運動 還有飲食來做囉 我們今天謝謝陳醫寫 希望大家都一直很健壯 一起跟我們加油吧 好 如果您知道 高年級生的大小事問 凱雲就知道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大家好 我是鄭凱雲 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幫我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掃鈴鐺 而且呢 也可以按下底下的超級感謝 來表達對我們的支持喔